我们今天知道有大洋中脊 就是海里面其实也是有山的 但具体它底下的地形地貌什么样啊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些呢都依赖于 这个国家有没有一种工具设备 可以直接载人 我们可以到这些最深的地方去 这就是这个的意义 中国我一直说就有这样的一些 壮士 它就是自己想干一个事情 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就做了 所以科技创新才是真正的 硬核创新 天飞台说你听的总生命科学 各位好我是向飞 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CEO 米岳老师 严老师好 新闻太阳好啊 最近新闻联播报道了一个新闻 包括央视的在滚动播出的 就是67岁的科学家汪健先生 下海成功 而且他成为全世界应该说 第一个去过南北极 去过珠峰 下过深海的年龄最大的人 他是不是第一个 是年龄最大 年龄最大的 第一个年龄这么大的 67岁 卡梅龙提前就下去过了 是是 但是下深海意义何在啊 下深海能看到什么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奋斗者号 下潜 我们知道有一个蛟龙嘛 对吧 这种中国自主研发的这种深潜器 你老师是亲自到海南去了 对 跟勇士们见面了 对 跟我们聊聊你的感受啊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于 我们可以先回答几个 问几个最常见的问题吧 我们其实初中地理就讲 或者小型地理就讲 地球上有多少的面积被海洋覆盖 70%吧 对 但是我们都在陆地上 对 第二个问题呢 一般人定义什么叫深海 万米 一般三百米就叫深海 三百米就叫深海了 自然下潜 你能潜多少 一百了不得 那是吗 基本上那已经都很难 那是极厉害了 所以如果一千米两千米 是今天我们潜艇都很能促及的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越是深海的地方啊 压力越大 而这种压力是可以把人压扁的 所以这个地球上 最深的海 海沟 马里亚的海沟 马里亚的海沟 有多深 一万多米 那么什么时候被知道 什么时候 其实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谁下去量着呢 其实不是谁下去 没有人下去 他捞一个东西就能下去 就可以去量出来 最早在1875年 英国就已经有探险 当时八千多米的海沟 就已经被测出来了 在此之前六年 就是那边著名的 弗尔纳写的海底 两万里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对深海 我们一直在讨论太空嘛 但我们一直都没看清楚 海里有啥 地球自己没有研究明白 都没研究明白 今天已经被探测完毕的深海 六千米以下了 我们称之为就不是深海 叫深渊 其实什么是海沟啊 两个板块 一创就创出一个缝来 这个就叫深渊 那么目前被探知的海底 冲击量是15% 就还有很多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知道有大洋中脊 就是海里面 其实也是有山的 但具体的底下的地形地貌 什么样啊 我们不知道 所以这些呢 都依赖于这个国家 有没有一种工具 设备可以直接载人 我们可以到这些最深的地方去 这就是这个的意义 如你刚才所说的 有蛟龙号 大概七千米 我们还有个深海勇士号 大概四千五万米 但这一次的奋斗者号 是直接干到了 一万零九百零九米 不一样 迭代了 是吧 深潜气迭代了 全世界几个国家 可以直接到 马利亚那海国载人 美国我是知道 那个卡维隆下去过吗 他为了拍这个阿凡达 说是在深海 还是发现了很多灵感 是吧 他是做了一个垂直的下去 站着的 然后他那个当时 有一个螺旋桨还坏了 推进器坏了 其实一万米 也就十公里 大家也别觉得太大 这个过程也就是几个小时 最多十几个小时的事情 但是勇气 今天在美国有家公司 叫极限因子号 他其实是可以去下深海的 还有可以去 可以比拟的 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 奋斗者号 奋斗者号是由深海研究所的 李王老师小两岁的丁靠所长 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 什么意思呢 中国我一直说 就有这样的一些壮士 他就是自己想干一个事情 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就做了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王老师搞测试 必须做出来 丁靠做深浅 就必须干到底 这里边有好多的部件 都是他自己 通过国产设备做出来 几乎都已经实现了国产地带 还在迭代 花的这种经费什么的都远比 其他国家先不说都没下去呢 他花了好多的这种成本和投入 都远比很多的其他的同行要更少 还有一个就是贵州天眼的男人东 那也是一己之力 来把这个事情最后出丑 虽然他今天已经不在了 他们都明白一件事情 向飞 如果你听说有一个研究院 他有一个研究所 他天天都在讲 我的设备全是进口的 这有什么问题 卡脖子呢 你咋办呢 你说不给你进口了 你咋办呢 所有能够代表中国科技创新引领的 他的设备必须是自己造的 你能买到的商业设备 那一定不是最先进的 而且你能买到 别人也能买到 就看谁有钱 对 这就是说华大如果没有把自己 自主测试的能力做在之前 那就叫扛洋枪 打洋仗 其实你还是一个上游被控制的 只有自主能做的才能做 所以今天的中国 如果这些研究所还在说 我都是青色的 都是进口的 尤其是做这种 跟硬价相关的东西 没有自主的研发迭代能力 冲击量就是一流 但绝对不可能直接引领 我们的航空也是这样 被逼出来了 对你技术封锁 怎么办 那就自主 反过来发动机汽车 我们技术坏市场 换了很多年 最后也没弄明白 怎么造一台 可以去PK 全世界最好的发动机 直到我们做电车了 这就是幻场 所以这就是深海的意义 大家可能都觉得 下深海就是为了秀吗 因为我们原来的认知 说深海下面压强那么大 是没有活物的 没有生命 一千个大千 但其实真的下去 你会发现 生命永远能够找到 八千米还有狮子鱼 那就很难理解 它在那么高的压强下 怎么活下来的 九千米还有 所谓的这种叫沟虾 它吃啥 再就是还发现 即使在最后的海底 还有底漆的一些 比如海参 比如海绵 比如海星 其实好多东西我们今天还不知道它是啥 就可能是全新的物种 是的 那就是你这个问题 它吃啥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微生物 微生物吃什么 没有阳光啊 没有阳光 你没有合成这种能量 深海底层 温度两度 那怎么活下来呢 所以这个海 因为徐训院长也去了 他专门给我看了一个 它的温度记录图 不是越深越冷 不是吗 不应该是越深越冷吗 地脉有温度 像它有地热 所以深海两度再往上走几千米 1.5度 再往上走再慢慢恢复 所以海洋最冷的地方 恰好是在中部偏下的位置 它是这么一个 反倒贴近地底的时候 因为有地热 因为其实地还是有温度的 你的地壳 这些地慢 它还是有温度的 所以它会 反倒温度会高一点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就弄明白了 原来这些微生物 好多是吃石头的 石头也能吃 水盐反应 水和盐石的反应 这就无限接近生命起源了 我们都知道深海里面 有冷泉有热泉 当然它不会在 马里亚大这么深的地方 大概就一两千米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有 极其丰富的生物量 他们拍回来这个照片 我专门去看 特别漂亮 或者说特别震撼 这一屏幕 都是鱼 都是虾 怕在那儿就吃 我就不动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过程中 你可以想象 它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 微生物是来自于 这些水盐反应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硫化氢 比如说其他的碳源和氮源 它就相当于 我们说流量地球 是通过可控核聚变 在烧石头 那是科幻 而今天讨论的 通过水盐反应 他们获得了大量的有机物质 这个就非常非常接近于 我们在讨论 这个地球的这个起源 生命的起源 可能跟海洋 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因为我们想象当中的 生命的起源 其实跟太阳的关系是最大的 对吧 通过外部的能源的摄入 给这个星球上 所有的物种充能充电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说 万物生长 不一定靠太阳 也可以靠海洋 大海航行 肯定不靠舵手 靠什么 靠月亮 靠北斗 是靠导航系统 对吧 就等于说 我们在过去的很多人认知 都因为科技的发展 变得就不一样了 但有一点很确定的就是 不谋海洋者 不足谋大陆 1405到1433年 正和74下西洋 那个时候中国人 造船能力是最强的 你想我们赤鼻之战 那是在公元 200年左右的事情 居然都可以去造那么大的船 大家这么多船开始打了 但是到了明朝以后 我们开始进海令了 所以造成大海时代 我们错过了 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 其实一地鸡毛啊 今天中国的海洋 如果不勇敢的走出去 或者说做海洋的人不在海上 你就能做出海洋吗 这就是说 今天丁炕团队 带着万米的深浅期 已经下去了27次 已经超越了美国 今天比极限因子号 已经超越了 但是这个领先优势也很微弱 所以其实我们呼唤更多人 能够关心海洋的发展 我相信 每个人上太空是很难的 但每个人到深海 三百米深海 一千米深海 这个应该会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尚 带了孩子们去看看 应该挺吓人的吧 我觉得 因为漆黑一片 什么都看不见 这就是文科生思维 一点探索的精神都没有 1609年 凯普勒写给加利瑞一封信 因为当时他就研究行星 说应该建造这样的船和帆 面对无纪论的太空 也会有这样的先行者 毫不退缩 加利略就已经在说太空的事了 对 所以这就是智人迁徙的本质 我们骨子里 就是有一种像未知领域 去探索的一种本质 这个不是最近美国的一个商人吧 也算是个探险家吧 还在说 说人类现在不就应该向外太空去增 现在地球人口不是太多 而是太少 应该繁殖出更多的人口 冲向外太空 贝索斯就讲到地球也许只能供养一百亿人 但是太阳系能供养一万亿人 如果有一万亿人我就一千个因斯特 我们就可以变成多行星物种 也是用概率的方式来推 所以就是说在我们天天讨论游戏直播 商业模式买菜 高下历险 所以现在我稍微理解一点 为什么马斯克在坐电动车的同时 在做发射到天空的飞船 第一性原理 我必须要一个能活在今天东西来支持 我可以去创在未来的东西 所以科技创新才是真正的硬核创新 别再给我讲 什么大家就是卖卖货 三个萝卜两个葱也去抢一抢 这些东西就是内卷 我们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 实体店怎么做呢 从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到现在都不知道大家能干啥了 天下全是难做的生意 原来是天下没有难解锁的信息 到现在天下几乎没有容易解锁的信息 查什么出来的都不是你想要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归根结底 在我来看 向太空 向深海 这样的一些事情 不谋海洋者 就不足谋大陆 我们还是应该多鼓励 像丁炕 向汪剑 他们这一批 应该算是 这种科学家当中的一些 在他自己的领域 按照他自己考虑的第一型原理 对人类的贡献 对祖国的情怀 他们应该获得更多的点赞 如果回到生命科学的话 您认为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 我们心向未来 生命科学应该怎么去想 怎么去做 生命起源 这是要做的 意识起源 这也是要做的 万物生长 这也是要做的 这几件事情才能决定 人类会成为多形形物种 但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才要做 难的事和对的事 是一件事 做小事容易 还是做大事容易 但是在现在来讲 看生命起源和意识起源 似乎还理不出一个清晰的思路 海洋这次他们回来带了好多样本 就在去研究了 发现他好多在野途径 根本就不一样 谁拿到样本 谁就赢了 是吧 你不下深海 你连样本都没有 你说啥呢 意识起源 现在不是在做戒官了吗 华大现在跟这个 铺铭院是合作的 这个猴脑 鼠脑都已经开始在做了 我们越来越建议 在这条路往上就迈一步了 我们今天讨论 这些卡脖子 那些卡脖子 这些难那些难 不做永远难 难不成都是发达国家做完了 中国就在后面等着 那你一辈子都注定被人卡脖子 因为产业上的卡脖子 是科技上的卡脑子 没有任何人可以说 我不劳而获 你做完了我跟着用 不可能的 中国一定要忘掉 放弃娱乐至死的问题 中国必须重新呼唤 要从商业模式创新 转到文化创新 再转到科技创新 再去宣传 今天的这些流量明星啊 这些特别搞不清楚的 这种消耗时间呢 就是所谓的奶头乐主义 占用你的时间的能力 特别强 娱乐至死 那我相信 这个风气必须被摆过来 要不然我们这么大的 一个人口的国家 如果科技术被锁死了 那不就跟三体里的那个质子 过来锁死你的科技是一样的吗 就太可怕了 所以我们必须去呼唤 就像开普勒 加利略那个时代的人一样 大家重温上午 更多的去弘扬科技家精神 勇敢的向未知事情去探索 就算看不懂 也别去讽刺挖苦别人 应该积极给他们点赞 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希望中国在深海的领域 在深蓝的领域 我们能越做越好 我们也希望有年轻的朋友 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可以有这样的热情和雄心壮志 去上九天揽月 下深海捉鳖 还能够投身到我们的 生命科学的未来的发展当中来 感谢观众今天节目 下期节目时间 我们再会